中国的这个做法是严重的开历史的倒车 严重的威胁地区国家的安全 严重的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这同本地区国家人民求和平 谋发展的共同愿望是完全背道而止 中方坚决反对冷战式的阵营对抗 在这个地区重演 坚决反对把本地区的国家当作谋求霸权的工具和代理人 在这次高官磋商期间 我明确表达了中方的严重关切 中方支持东盟加强战略自主 愿意同地区国家一道 坚持走共商共建共享的亚洲安全之路 坚定地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